耳根比较利 所以由耳根来体悟那个不生不灭的清静自信真心 最快 幼银持世维尘佛一路涅槃门 维尘佛是无量诸佛 都是显一根 进入不生不灭 这个不生不灭扩当到最后 全修极性 推广到七大整个宇宙 无不是清静自信所引现的 从这里入 从这里解脱 此时唯一成佛一路涅槃门 没有第二条路 就是要明心见性 没有见性不可能成佛 乃至结云 最后 但依持根 就是耳根修 远通超余则 超过其他的修行方式 真实心如是 你想要体悟真心吗 这个就是道理 我现在告诉你的 就是远通的耳根 告诉你 真实心就是在这个地方体悟 以上诸文 皆是取开 巧修之门 只是性定 第八箭如来 详列 立正之位 皆以导其深入 第一就是达到 第一十果而后 达到了真正的十果 佛为是性定 你一定 佛指示我们 要用本性修行 要用根性修行 意思就是 你千万不要有太多的 情绪作用 那些都是意识性 就算你今天 见闻皆知 统统隔离 你内心里面动荡 你那个还是意识性 还是意识性 你这个意识性 如果不出 从年轻人 修了十年 修了二十年 三十年 到你死的时候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什么是如来的 手让人大定 闻都没闻过 因为不听嘛 也不闻嘛 是不是 也没有这个上根 也没有音言嘛 或者是听某一个法师 或者某一个道场 就先入为主嘛 就是 捆死自己啊 不听嘛 不闻 当然就不能证嘛 没有这个音言嘛 所以诸位有这个音言 当然 很庆幸 原来修行 要从本性下手 不是只有念 南无阿弥陀佛 就可以解决啊 是不是啊 念南无阿弥陀佛 是对的 是对的 记得用清净性念佛 极心就是佛 这是不二法门的 所以 欠实证 故所持经 这是教起音言 第四个 第五 消道想 除戏祸 消除颠 道想 就是颠倒妄想 叫做道想 众生都是颠倒妄想 所以叫做妄觉妄知啊 为什么佛称为 正觉正知正骗知呢 他就是有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佛罗智慧 我们没有 众生没有 是不是啊 所以消道想 除戏祸 良以众生 原明是照 本来的光明是清 光照 佛罗的照 没有了 往事分究 这个念究 就是等同纠缠对的究 纠缠在一起 那个究 忘事分究 缠绕在一起 叫做分究 或者是明心在身内 认为我们这个心在身内 或者是任法具心外 或者是二圣能固执 一年法 而戏服全宗 全宗就是不究竟 还都留在三小方便的 一年法 或外道 没有执自然 执自然 就是外道 执一年 就是二圣能 而 磁城 磁城就是奔走 往外拼老命的追 奔走 外寄 往外奔走 皆为道祥 足障 真修 是会障碍 我们真修行的 诗经 第九番 显见超情 正寝因言自然 两种忘情 济 前二圣能的一年法 所以以前说 诸法一年生 诸法一年灭 我佛大沙门 常做如是说 那是佛为了让众生 直接体悟现前当下 你受益 你现在讲究竟的真心 大家听不懂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在六十二岁才开讲 嫩言经 因为因言不具足 小圣跟企业 只能慢慢慢慢地培养 慢慢地培养 慢慢地培养 是不是 对不对 人言经是连成阿罗汉国 都听不懂的 所以你坐在底下 听不懂是很正常的 不要一直垂心肝 我为什么听不懂 我为什么听不懂 那很正常的 当然听不懂 是不是 你不要一直讲 坏坏 对不对 没有什么坏不坏 WHY 没有了 这个本来就是 无上甚深的一部宝典 是相当有境界的一部经典 所以 听不懂 正式信息的时候 千万不要跑 不要走 听不懂 坚定 我就是要听那个不懂的 这个观念就对了 对不对 听不懂 蔡薇慢慢去突破 以前的错误的观念在 停顿在哪里 你就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进步 是不是 所以诸位 辛苦的坐在底下是对的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好 笔下 越如来藏不便意 以破阴言 那么 越如来藏 随言意 以破自然 那么 自古以来 都是用不便 随言随言不便 那么 后面是会谈到 我再来发挥一下 我可以理解 祖师大德用心良苦 是一直让大家 认为说 如来藏 它是不便 祖师大德的好意 是说 要让你体悟 那个不便的本体 但是这两个字 刚好严重的错误 这不便意 就会变成一种自信件 让一切修行人 会趋向 我要找一个不便的东西 这个观念就坏了 会十年 让你没办法开悟 就不便 随言随言不便 这一句话 会误导很多的众生 但是一切的 祖师大德 都用这四个字 我可以理解 祖师大德的慈悲 它是希望你能够体悟 所以 这不便随言随言不便 就要看个人程度了 初学佛法的人 看到这不便随言随言不便 很容易理解的 等到修行到某一个 阶段的时候 他会突破 他会一直拼着老命 想要找一个不便的东西 刚好严重错误 趋向圣道意识血 法本来就没有来去的东西 如果这不便 如来藏心如果不便 那 那怎么要起作用 他说 那作用就是随言 随言就一定变 怎么会不变 随言怎么会不变 不便的东西怎么能随言呢 这个没有误啊 实在是怎么样 就是你出家十年 二十年都弄不懂 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不便随言随言不便 会让人堕入无死无名 我就是这四个字 弄了十年 图不破 十年 后来 哦 知道了 随言显现 显现一切随言 讲不便随言 叫做上巧方便 不便一 那就变成一潭死水了 怎么起作用呢 主委 体如果不变 一种东西不变 那怎么能够相用呢 怎么起大作用呢 有一种东西不变 那怎么起作用呢 所以知道 这不变的东西 不能讲不变啊 是不是啊 它存在 但是什么时候显现 不知道 就是随言显现 所以因此我们要了解 这是中国祖师的名词 打开三藏十二部经典 佛没有讲过这一句话 随言不变 不变 随言佛陀从来没有讲过这一句话 耶如来藏 不便义 以破因言 二色能执因言法 耶如来藏 随言意 以破 自然 就是外道所知的自然 我们就认定 祖师大德是善巧方便 不过你应当知道 体相用 一起讨论 那当然就不能有一种东西不变 但是也不能说有一种东西在变 因为万象本空啊 是绝对的心性在作用 无了 体相用 三就是一 没了 体相用 一就是变成三 底下 会四科一一 本读来藏 没有真读性 双非因言 自然 也是非因言 非自然 这个非要用两次 非因言 非自然 就是非二色能所讲的因言法 非外道所讲的自然 龙七大文中 一一则为世间无知 或为因言 自然 即是世心 分别忌度 但又言说 都无实意 此今 消道响之文言 二十页 但是 道响先消 细货未尽 细货是指不空如来藏 空不空如来藏 所以 消道响先消 是什么呢 物空如来藏 细货未尽 是指空 是指不空如来藏 还有空不空如来藏 还不了解 所以 虽信诸法 唯心 未测 唯心 之本源 故 就是但 但 指五大元龙 只知道 地水火风 空 是五大元龙 而 未了元龙之身 他还有深度的 人能 丈夫性定 还会 障碍 我们的本性的定 事故阿难 西根 神出 早登 妙节 又是满池 捏浅 以之恶仪 以 一万法 深细之音 问您 落父世间 一切根成事因 处 戒等 根成 因 处 戒等 结如来藏 意思就是说 根也是不生不灭 成也是不生不灭 因也是不生不灭 无因 十二处 那么 十八戒 这个 都是不生不灭的 如来藏 清静本来 为什么突然会跑出 山河大地 诸有为相 是不是 既然一切都是 不生灭的 怎么会跑出 这些 生灭的有为相 彻底迁流 那么的真实 让众生 有所攀岩 终而复始 既然是不生不灭 怎么会 突然跑出 山河大地 这境界 生灭 让我们 来执着呢 来攀岩呢 来认知呢 来感觉 接受它呢 为什么 第二 以五大 绵农之故 问你 又如来说 地水火风 本性绵龙 周遍法界 赞然常驻 这句话 有一个关键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整个宇宙 同一虚妄 统统是妄向 本来就是自信 清静心所影现的世界 所以科学家找的 刚好方向相反 科学家找的是往外 拼了老命 天啊 哎呀 这个地球 当然科学家 有科学家 了不起的地方 佛法更符合科学 更符合科学 地球 月球 太阳 看起来不同 站在空性的角度 确实不可得 吃饭 那么一切的星球 一切的宇宙 现象界的 团所有像 其实虚妄 就是这样 所以因为不悟到 湛南常驻的 不生灭心 所以我们所用的 都是意识心 是尊 底下说是尊 如果地性是周遍的 怎么可以容得下水 水性如果是周遍的